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云生哥 你要知道这次的机会 对你的职业生涯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但是我现在 不想想这些事 是因为苏盈吗 为了这样一段已经结束的感情 而牺牲掉自己的事业 这事都不偿失的 我们只是暂时的分开 等阿姨醒了以后 我们会和好的 你还想把她捉回来 当初是她提的分数 我还没同意呢 其实你还是挺关心苏苏的 那既然你们两个心里都有彼此 为什么不把话说开呢 晓芹呢 你们吵架了 没事 妈 你这刚醒 你得省这种力气别说话了 不怪的 是妈不让她告诉你的 你在哪儿 我马上进手术室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对不起 我听周姐说啊 她朋友家的那个儿子 最近也在相亲 我帮你介绍一下吧 不用了吧 你这看一下 这条件真不错 好吧 我承认 我谈恋爱了 陈生哥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能和你在一起 为了我去伤害苏苏 你知道当初她为了完成你姐的心愿付出多少吗 立白 我告诉你 我不允许你在伤害苏苏苏 福州永远不会原谅你 听说你们医院要外派了 这确实是个很好的机会 那我当然也不例外 我当然也很想去 你知道外派的事情 云生哥一直不签字是因为你吗 你宁可毁掉她的前程 你也不愿意让她去公派刘璇 也要把她留在身边 你不自私吗 明明我们都是真心为对方好的 但是为什么结果却如此疲惫 这个事情我想了很久 也许现在不是我们恋爱最好的时机 你不觉得我们现在的距离刚刚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